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 肥臥之鮑和河馬原來是好姐妹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還有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美麗或者叫肥臥 他的樣子怎樣叫他美麗 總之肥臥也是同一個人 騷擾了我一年以上 還反過來說我不停騷擾他 那個叫冤婦 在昨天你還言之作作 說你和河馬沒有什麼關係 他就說 丁先生 以你的邏輯 河馬轉播我的語音 我沒有投訴他 我就是他的同伙 你直播河馬幾個月 賺了百多萬 河馬沒有投訴你 那你們一定有勞 他就沒事 我和你有仇 即是無良 Water 8338是我 任何人 去我那裏 下載去播 我都是求之不得 6 7 你那麽垃圾的語音 哪裏有人會想播 除了河馬這麽跳濟的人 沒有人會想播 你昨天也不認數 為何你今天被爆了之後 就去認數 你那些人真是比丁蟹 網上有很多 這些人完全是錯了 今天 就是一個小時前 他說 河馬的金主 在8月24日 才找我 這不就是證明了些什麽 又是不認 就是 金家仁 之前 開銀家仁 一直屈我那些 是說謊 個個都說謊 屈你 很多人都是這樣 劉定堅也是這樣 又說日間頻道屈他 水又屈他 全世界的人都屈他 警察 又故意做錯年份2023年 去屈他 觀眾都是屈他 你們那些人 為何個個都是這樣 斷了 你們還可以 不認 我做過的 我會認 我一直 透過金主 聯絡何太 好心 你這個元朗大叔 你不是說 無良根絲 騙了你親戚 幾萬元的口罩 這個金主 我也想說一下 這個金主 以前有一個觀眾 想追求我的一個女觀眾 其實都是 應該忘記了是黃青霞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黃青霞 還是現在 河馬事件的時候 他就看中了一個觀眾 之後那個觀眾 又跟我有說又笑 好像人家有男朋友結婚 之後他就說我是追求那條女 之後他就跑去搞我 就摘了肥鵝那邊 不要玩啦 你們這些人 今天 在直播中 有很多觀眾 找我 有個阿Dee的人 說要找我 或者找日監頻道 你找我做什麼 你現在隨時煽我一旁 你待會說我指使你 也不出奇 如果我跟你有什麼接觸 當然不好啦 我又不用做什麼獨家 你放棄公海 我就拿公海的來播 不需要獨家 一會讓你屈我回頭 你本來是一個害我的人 我會相信你 不是吧 哪有可能 你們這些人 經常千方百計 想辦法害人 無端端有這麼好 不是吧 這麼好心 找我 他說報料給我 給我做獨家 謝謝你 不要緊啦 但是你這裏就說 你什麼親戚 騙了幾萬元口罩錢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那時候 我叫那時候口罩 八百元還是千多元 炒到 五百元以上 說得穩陣一點 我有個朋友做藥房 我跟他說 搭我朵便宜一點 百多元 炒價的時候 百多元一盒口罩 你跟他交收而已 那關我什麼事 你說騙了錢沒有付 那有沒有單 起碼都有張單 你現在的事口說口陪 你說什麼都可以 我說誰誰 誰高層誰皇帝 借了我錢 原本我做皇帝 或者我說我昨天吃了 哪個環球小姐 或者什麼叉叉 說就是了嗎 拿些證據出來 麻煩你 神經病 不要緊 你 才接近何太 幫助了他幾個月 現在又回到無良根絲 他沒有回到我那裏 你要搞清楚 我跟這個人沒有接觸 那些語音我都是在群組找回來 或者有人提供給我 我沒有直接聯絡到這個人 剛才直播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說 叫我unblock了那個人 我不會被這些 你明知道這些人搞你的 狗不答白 你看中我一個觀眾 你自己找不到 你沒有本事 你走來說我幹什麼 你真的搞我幹什麼 還要不是我的女兒 重點是 是不是瘋了 即使我如果將來有女朋友 你有本事可以找到她 這個是你聰明 你找到你就找吧 哪有理由這樣 你神經病啊 這些人 看看醫生 不要說了 因為他都是金主 我罵你沒什麼 你那些 我那些所謂的黑粉 你們那些是完全錯了 為什麼會這樣 算了吧 你喜歡搞我 就繼續搞我 沒所謂 浪費你的青春 你繼續搞 是你的自由 我就是這樣 難道我要害怕 我要對你好尊敬 不要玩了 總之他沒有回到我 有很多網民 就去找我 找日間頻道 但是我們兩個都 你明知道這些人有機會害你 為什麼我要給你機會 不可能 你就擺上公海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說代表什麼 不是自編自導自演 又是整天都是屈我自編自導自演 我那次被人騙了錢 他就說我跟那個女孩子 阿薩姐 就在一起 在這裡裝慘 你整天都是自編自導自演 你跟何馬根本就一模一樣 這傢伙 你昨天還要不認數 你說沒有幫何馬 現在語音也有出來了 有得不認嗎 啊 他說 省一點 一開始 聯絡阿門 叫他襲擊何太 又是我 那為什麼又說劉定堅 為什麼直播 何馬自己把口的時候又說劉定堅 我什麼時候叫人襲擊何太 你說清楚 誹謗你 你又想我告你一份 那我先告了何馬 你沒有什麼價值 不好意思 就說我已經不相信你 不是 這是什麼 其實他在說什麼 什麼叫一開始聯絡 這個人聯絡 然後聯絡阿門 叫他襲擊何太 還是在說什麼 我看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你們用自己的領略方法 他就說我已經不相信你了 即是不相信這個金主 人家阿門 一早打了給何太說 即是阿門 和美麗姐 就已經承認了 是何馬的二五仔 六個其中的兩個 一早已經說是這些人 你們那時候又說沒有證沒有句 不要說別人 這些人是傻的 什麼都屈來我道 沒所謂 本來我都不打算開直播 反正出自你把口 都不怕 今晚見 你幾點開直播 你這個台沒有人看 而且你又在說一些舊東西 你和劉定堅差不多 他說什麼 警方今天有條片 警方已經聯絡了他 幫他處理 但裏面就是這樣消費我 又說我怎樣抹黑你 你不是瘋的 你們這些人 全部講的標題黨 裏面都不是說這些 我原本也有條片說 劉先生開直播 但是這些東西 重要一點 劉先生 你就差一點 你的收視可能差一點 以及不是那麼多人想看 當然先說這些 稍後 看看晚點有沒有時間 有時間 先說一下你 你消費我 我那些真是離譜 弄什麼 河馬滅水 滅台 說到 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你那個報警是2023年 別人說一下是不是不行 你那些說我什麼滅台 那些就可以 什麼國安又找我 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現在誰誇張 你那裡叫小事 你報假案 現在別人懷疑你 是不是 不要掛我 我們先說一下 今晚是否可以直播 你有興趣 不過我告訴你 很負責任 這個人 聽完他是 遲不達意 九不達八 這樣 這張也沒有什麼特別 你之前也不認 看看 金主說什麼 阿Dee 他自稱是金主 他就說 你為什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你是否河馬的艷仔 他說 我才是 何馬早期的背後金主 美麗 也要記住我 這個就是我前的觀眾 因為他想追求一個女生 不受追求 好像別人有男朋友 還是有老公 還要說我 搶走了他 或者他跟那個女生 跟了我一起 就要搞我 但是沒有這些事 只能夠這樣說 他說 他是團隊的人 還說是失敬失敬了 他說幾天前已經不是 所以現在就在網上爆料 再說多一次 這個人是想主動聯絡我和日間頻道 但是我們 沒有理會這些人 他只是在公海爆料 就是這麼簡單 他說因為 被美麗控制了 河馬頻道的所有權限 即是說這個肥鵝 控制著河馬的權限 即是你資助了河馬 他說兩萬六元 為何又是兩萬六元 阿門的奶粉錢 好像是兩萬六元 Hello 雞 Hi Hello Hong Kong 那個人又是兩萬六元 為何 為何這麼巧合 這是手法來的 他那些 疑似 不要這樣說 有些女人很喜歡借兩萬六元 之前就說奶粉錢 阿門又被人騙了兩萬六元 又是借了 借了沒有還 阿門也是心甘情願借給別人 上去直播被人騙到 那隻狗還是維護着 那個Hi Hello Hong Kong 沒有問題 他就說周圍住酒店 那位是否值得 叫他拿來買馬 好過 隨便你拿兩萬六元過去澳門 找女兒也好 什麼差也好 好過你給阿河馬 對阿河馬有什麼 那麼特別 不知道 那麼之後就說 他說 是 他認的 他說可伯去取消人壽保險 合約 拿回五十萬 他聲稱的 這個 自稱是 錢金主的人 就說可伯去取消了 人壽保險的合約 拿回五十萬 這是他說的 不知道真還是假 還說可伯 申請了中轉屋 房署就等著回覆 還要有得申請中轉屋 不是吧 這樣也行 房署怎樣做事 還有 河馬 河馬和阿河白是結婚的 他應該是一間公屋 加阿河白的名字 不加個名字不僅 還要申請多間中轉屋 你真不好意思 如果這些事是真 現在是自稱錢金主說的 不是房署會批 他自己的老婆 都是住在公屋 都住在公屋 申請什麼中轉屋 不是這麼久不回答 還說那個 河馬的中粉集團 集資關注組 是美麗創建的 即是你集貸了錢 下袋 這樣也行 第一批的貨金 即是第一個引貨金有3500元 用來忽憂其他視聽 拿來騙人家 現在他的指控就是 你是這樣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美麗姐 這樣不行 這樣也行 中轉屋當然沒理由 美麗妹 我知道 河太的事比你更多 嘩 這樣嗎 這個你們自己參考一下 即是說坎白取消了人壽保險的合約 拿回50萬 不是50萬 以及申請了中轉屋 在等房署批 嘩 不知道 說他兩個會離婚 他們兩個會離婚 不關我們事 我一直拼著你 這個人不會跟你有什麼正面的來往 這個人 即是我不需要獨家 你這麼好心 謝謝你 那好 我們繼續去 聽聽他們說什麼 那個男人 即是那個錢金主 他說話都比較悶 也有寫一點詞不達意 但沒辦法 都聽聽他說什麼 我和你說過 你千萬不要聽陳太說任何東西 陳太在其他台上看到一些東西 陳太我不知是誰 第一 等等 遮掩頭像 不知有沒有 不應該展示出來的東西 走開一點點 別人說他 他發脾氣 利用你的台 出鐵文 還擊別人 到時 有什麼後著 有什麼後果 陳太是不顧及的 什麼事 到時就你走 你沒來頭也不知 頭不知路 你聽他說幾句 你給他搶一摺 我就幫你 你偏偏走一聽陳太說 你再這樣下去 陳太遲早害死你 陳太 陳太 還有小孩的性格 看到別人說了兩句 他又不順利 又要還擊 他又不拿自己的貧道去還擊 拿你的貧道去還擊 所以後果他不負責 你自己負責 天上何看 你自己負責 明白嗎 我在幫你 有的先啦 劉定堅那隻老狐狸 一直都是 誹謗我的啦 撈捉我三百幾集 他自己都承認啦 用什麼理的 有能力就犯了 是不是呀 有他 沒有這樣犯這些照片啦 一旦就說我講義不順受 因為我在那層直播都講了 衝上五萬訂閱 就會發出 劉先生和那位廣者的床上照 這樣講過的嘛 總之你沒有理會這件事啦 麻煩 陳太前前幫你 貼了幾個鐵紋 他全程都不知情的 這個陳太真不知道是誰來的 他跟我說私下跟你講過的 你說OK的 明明說什麼 現在那隻貼紋呢 他又不負責啦 別人那些其他台都在追擊你本人啦 不是追擊貴雅的陳太呀 那些都不知道是陳太打上去的那些字 好多台呀 都看死你 好難衝上五萬的 知不知道呀 好難衝上五萬 等你另外一個新聞樓開通了啦 我就找人幫你衝上二三萬的啦 因為現在你這個頻道呢 不斷被黑粉人去投訴 就算你說什麼 那幫黑粉都走在投訴 很難可以通認來的啦 你聽住呀 不要再 聽陳太說再貼文其他東西 是呀 剛才那個是河馬來的 他跟河馬在講的嘛 在教他 可能叫他公開 劉定堅的那些照片啦 即是河馬 不知道有沒有 河馬就說可以啦 這樣嘛 陳太現在是利用你 頻道 或者其他人 明白嗎 有什麼後果呢 就理智受了 那不要緊啦 最重要是他承認了有幫河馬嘛 那他之後有其他的語音 美麗姐 肥餓 那你覺得他是假就假啦 好啦 我會跟他說 下次沒有 亂發那麼多東西上去啦 喂 有人替我報料陳太 就是美麗 即是用了別的名字 為什麼那麼鬼祟呀 不用自己的名字 肥餓就是陳太呀 有人說 這件事你真的不要 不應該理啦 就有他啦 好留定堅不是好東西 喜歡怎樣反就怎樣反啦 是不是 沒有理氣 即是怎樣呀 喜歡怎樣反就怎樣反 即是本身正在幫河馬嗎 不知道呀 你們自己聽回 我提出問題呀 河馬說 聽回一點點 聽河馬說什麼 盜仔還擊其他人 明白嗎 有什麼後果呢 就理智受了 好啦 我會跟他說 下次沒有 亂發那麼多東西上去啦 這件事你真的不要 不應該理啦 有他啦 好留定堅不是好東西呀 喜歡怎樣反就怎樣反啦 是不是 沒有理氣 即是 不知道 喜歡怎樣反又怎樣反 不知道是 代表什麼 之前幫助河馬手 現在反了面 不知道呀 你 領略一下河馬那句說話呀 就是知道啦 五眼定然啦 你說得對呀 就是這樣才能整股得到他們呀 讓他們的黑網台 讓他們 鬼打鬼呀嘛 對呀 對呀 我之前在樓頓的粉絲來的 我有一聽說話的 是後期我一次不聽頻道上面的東西的啦 你未出現之前我都是聽樓頓堅講話的 人家那些是那些退休編導來的 那些漫畫家來的 做個老闆呀 我不是聽樓頓堅的那個東西 我們這班人之前都是樓頓堅的那些粉絲來的 後期我們不玩網絡啦 不想去聽任何東西啦 近來那些人上去聽 我才聽到原來他在講呀 你的頻道有一張貼文關於他 對呀 唉 總之你 我和你講了啦 我說你都不聽的 你什麼搞不行 就是不要找我呀 我們整班勃心勃命幫你 你放肆呀 陳太太都去搞那麼多東西 又OK啦 就是難才嚇到他嘛 但是他擔心到我有那一天的話 他都嚇到那一天的話 他嚇到嚇死啦 是不是呀 這些就是好策略呀 你是說得對呀 就是難 是不是 就是有他們鬼打鬼 證明那些 兩大黑網台認為 他跟我真的有私下 有 有聯絡有溝通 拿照 床長照都 分享了給我 他水洗都洗不清明白嗎 謝謝 好的 你好呀 我們來到 因為來到國安公署 來到灣仔道優 也不是 灣仔道優是私人自殺 你知道國安署是什麼地址嗎 你知道嗎 早上個星期還是再上個星期 河馬就問美麗 陳太和肥俄都是同一個人 為什麼要叫自己做陳太 你有人認同你的嗎 沒有人認同你的 無緣無故就扮到自己結婚 騙了河馬 國安署在哪裡 哪裡 什麼事 原來美麗 國安署的地址都不知道在哪裡 為什麼 河馬去了灣仔道優 河馬馬在微信找我 問地址在哪裡 我真是被你氣死 你自己不懂Google嗎 你叫河馬自己Google 再說一次 這個人不是阿門 這個是 他背後的前金主聲稱 是呀 河馬去到國安署門口 門口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一定有個什麼 解放分時衛兵 說不受理這些什麼 我按照他走 叫他去報警 明不明白 河太太扮傻扮私 所以國安署裡面有職員 找一輛車 車了河太和河生去灣仔境遇 你明白嗎 所以那天那些黑憤 在國安署門口 一直在等 等什麼 國安是不受理這些東西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河太去了灣仔警署 下了口供 避了案 還有 警察教他 去投訴那些 詐 那些什麼 電話 羅電顯示那些 他不知道什麼電話 那些投訴 是否答白 警察都不答你 電話局更加不會理 所以 河太基本上 報不到國安 以及警察下了份口供 避了案就算了 劉定堅先生 你不要經常說國安什麼什麼 什麼國安滅霸氣 國安滅日間 又說什麼國安找我調查 別人 別人國安都不受理 經常在作故事 國安都說了十幾二十集 你這個報警 你這個報警都已經說了十幾集了 現在你想怎樣 我報警我也是說了一集 是不是 不要這樣 整天好像如鑊自寶 弄一些標題 在上面直播 吹都如何如何 說不給別人說嗎 你聽就聽 你們不要整天 將網上任何一個人說的東西 入心 慢慢自己分析一下 分析到 是呀 河馬 記著 如果實事實報 賺錢 那就正常 軍師和日間 是 造假 請問有哪裏造假 麻煩你說清楚 哪方面造假 有事 土地註冊處的文件造假 你以為我是河馬 我沒有標題黨 我有什麼標題黨 請問 抹黑 煽動其他人去搞何太 我什麼時候叫其他人煽動 搞何太 你不要亂說話 你不要這樣都行 你和劉定堅說話一模一樣 什麼事 去到哪裏說 都說不通 所以我才幫何太 請律師 幫何太請律師 還說 當然不是控制 當然 到何太被人拘捕了 或者何太的頻道被人滅了 未來就停 等何太 沒事出來 或者 用第家 第3頻道 繼續 開直播 然後 繼續 搞 軍事 搞 搞 搞 你們都知道自己在搞糞 搞棍 你不妥餓還是不妥餓 你沒理由去幫何馬 你夠本事就直接來搞我 你們這班人已經做了很多陰濕的事 你們這班人 美麗是不會用自己的頻道 搞那麼多東西的 是利用何太的頻道 因為 美麗知道 很多人看何太的頻道 明白嗎 不是呀 何馬的頻道有很多人看的嗎 你這傢伙 你這傢伙 你追求女兒 追不到 而且那個不是我的女兒 大哥 你不要這樣 你嚇到 那個女官已經沒有再在這裏出現 你還要在這裏搞她 你不要瘋了一點 你這班人 追求女兒也追不到 你們是Loser 我追求女兒追不到 算數就下一個 不會像你那樣 還要屈我什麼藥房 認識了我多少年 真的是 美麗和阿門是一伙人 美麗想阿門做管理員 有多難 他說的 事清前金主 美麗和阿門 大家一向都知道 如果有跟著我的事件 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事 很多狗公 狗公 有些冤婦 因為有些很小的事 他們就發瘋了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還有你搞了一整年 肥餓有多 牛杰真正在找你 你快點去找牛杰 聊聊天 不止牛杰 還有很多江湖晚人 快點去找別人 你在搞那麼多事 做什麼 你是不是想坐牢 哎呀 老公 被你激死了 上完阿門做管理員 就弄一堆貼文出來 根本 何太由始至終 是不懂電腦軟件上的所有操作 我之前叫他拿去 華強北給別人弄 他也懶得不去 要等美麗上去找 叫美麗幫他弄 美麗就上了大陸了 這麼好服侍 這隻河馬 還有 他貼文 說得到 何太如果你不認識我 我幫你打 打給你 你複製上去 自己貼 我不幫你貼 信不信 信不信 我是不相信的 你這樣 你看那麼多直播 何太說話 咳咳 會打那麼多貼文 神經病 美麗和阿門是一般 剛才何太說叫我出一篇 反擊劉定堅 劉定堅又出了一條片 我答應了幫他打這篇 你有沒有想過 其他人看到 實際不是何太 去打 他承認了 幫何太打鐵文 美麗姐 第一何太被供應是不懂中文字 更加不懂我們中國人 不是香港人是中文字的 語文法 明不明 盲一支 有人幫我打 十個九個一鼓是你 你肯在住後那份 在住後你也是你的 不要打 何太跟我說 你丟起火頭 到處還是何太用不理他 何太都不會打 你聽劉定堅的台 不要打 你叫何太跟我說 他們可能因為劉定堅這件事 結果反面了 達不成共識 前金主說 不要搞劉定堅 美麗姐 之前有搞過很多網台 蕭生、啤梨歌等等 他都有搞過 很多網台已經列入了美麗姐 就要做不受歡迎的名單 你早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人 不要讓他打上來 會不會有那麼多麻煩事 這傢伙真的很瘋 有網友跟何馬一樣 有網友跟何馬一樣 我知道 現在有些人的風 就吹了 劉定堅 說劉定堅跟何太 在一起 炒劉亮 他說那些文章是由劉定堅寫的 那些會力標就去了 他好像已經跌了一萬 訂閱了 已經 看 劉先生 你不要說我抹黑你了 有些東西對你有利的 我都照播出來 你不要經常說我針對著你 我對事就不對人 那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你早前說我跟日耕是好人 現在你又說我們十惡不赦 又說叫霸氣哥 又搞亂這個社會 你這個人都很反口複褻 反反覆覆 神探堅堅 還要叫自己多少歲 不要緊 這些播放的都是對你有利的 不要緊 繼續聽 現在是想幫何太壓低一些仇恨值 有一半都去劉定堅那裡也好 這個肥鵝很流行做這些事情 之前就去信啤梨哥那裡 慕認我一個觀眾 引起了誤會 啤梨哥也不好意思 這個人很喜歡搞這些事情 跟何馬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兩個做到姊妹 我現在要等些放下戒心 以為何太是攻擊劉定堅 就放下了他們 他們就沒有那麼高戒心 我怎樣放下 我主要都是追擊 我本身說劉定堅報警那件事 都有些新資料 我現在都繼續說你 當然不會放下什麼戒心 你別傻了 這段就是美麗承認了 是他幫何太打鐵文 剛才也聽到 還說美麗 即是肥鵝 就想那些hater 傳去真劉定堅 這傢伙很瘋 你想想做一些事情 剛才何太先說 叫我出一篇 反擊劉定堅 劉定堅出了一段影片 我答應了幫他打完這篇 這個好像重覆了 你有沒有想過 讓別人看到 實至不是何太二 在這裡聽過 等等 你叫完整 黑衣的朋友 金嘉仁 經常都 喂 金嘉仁不是我的朋友 你搞清楚 別傻你 別亂認親認識 我是沒有朋友的 再說一次 還有我跟金嘉仁之前 我以前都好像 罵了一些不和 沒有什麼 因為他是支持潘卓雄 我也沒有站在哪邊 但總之立場不同 即是食肉和尚那件事 為什麼金嘉仁又會是我朋友 我沒有朋友 再說一次 還有你看到那次潘卓雄 食肉和尚那件事 之後已經沒有任何聯絡了 為什麼你說他是我的朋友 絕對不是 是打擊黑衣的仇家 全部正在攻擊中 我會把管理員的帳號 改成金嘉仁 然後把照片和他一模一樣 即是他假裝金嘉仁 打算害金嘉仁 金嘉仁最近有什麼搞作 我是不知道的 但美麗姐自己說 你看這傢伙 經常最無形人來其他台 去搞事搞非 無形的霸氣哥 在劉定堅留言 都是他那班人 他自己說要改金嘉仁的頭像 即是假裝金嘉仁 你看這傢伙 這些人 我今晚做他管理員的時候 我就會出來打招呼 我的名字旁邊顯示是士巴勒 那些人就會說 金嘉仁是何太頻道管理員 他們就是這樣不停地害人 這班人 是呀 他自己都說出來 這些人都不能冤枉你 又是別人冤枉你 別人冤枉你 別人說你什麼 有證據你就說別人冤枉你 那麼 落屎缸那件事 他都說別人特意飛去日本 隨便找女兒走去 為何要這麼高成本 去冤枉你落屎缸 哪裏有人想到落屎缸這件事 不是吧 他這樣玩我們 我們就這樣玩回去 有什麼所謂 我今晚就 別人有這樣玩你嗎 別人有冒認過你身份嗎 好像就把你的照片放上網 即是拍了一條片 不知道是不是他 類似是有這樣的事情 那你是冒認別人的身份 別人沒有冒認你的身份 肥子 用金嘉仁的名字做管理員 即是我的頻道 改了他的名字 那個電郵 我今晚就在何太留言 那些人見到是士巴拿 一定會過去吵架他 他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美麗是誰 不是何馬整天播語音 早一輪 天天有個女人聲 你們說很煩 不想聽 那個不是美麗 你認不到何馬 美麗姐的聲音嗎 剛才這段 美麗 就說 他會把何太的管理員 改成金嘉仁 連居住都一模一樣 等全世界以為 金嘉仁就是何馬的管理員 等全世界都罵金嘉仁 就說 金嘉仁快點想想怎樣對付他 第一件事要先出聲明 先錄一段直播 他就是欺負你不空 還說師徒民進 這簡直是反面 完全沒有聯繫 之前有上過他的網台 幾千訂閱的時候 有上過他的網台 現在完全沒有關係 他跟日間頻道也有牙齒印 人家那些不關我事 你現在知道美麗是甚麼賤人嗎 他之前有抱著美麗 不知道他想追求美麗姐還是甚麼 總之我跟他反面 不要說金嘉仁是我朋友 人家說甚麼 我照說回 我沒有朋友 再說一次 新聞這些不關事 甚麼事 下面再說 關於肥俄 這些不關事 海底 甚麼事 在這裡說 剛剛睡醒 把你的名字放在河馬管理員 還要用你的地位 今晚河馬直播 他會特意展示金嘉仁的士巴拿出來 管理員 例如JC 黑衣 不是有士巴拿在旁邊 令到全世界都以為金嘉仁是幫河馬 這樣說 黑衣的朋友 金嘉仁 經常打擊黑衣的仇家 全部人 人家說公道說話 看到我被人騙了16萬元 你們還要反過來說我是騙子 不是吧 那就說吧 你又這麼討厭 他好像有公開到肥俄的照片 好像被人貼街招 然後他又被捕到我身上 我又會浪費些錢在你身上 不要玩 你說浪費些錢在河馬身上 就說 他又被人貼街招 我就不會貼你 就算是 追一下別人還錢 怎麼會貼你呢 用下你的腦好不好 好 什麼你都跑來賴我 你個個都是這樣 劉定堅也是這樣 有什麼事就跑來賴我 河馬也是這樣 有什麼頭暈身慶 阿蘭卡 都跑來賴我 你也是這樣 怎麼個個人都有什麼事就跑來賴我 不是吧 這段聽多一次 看看他多賤格 親口說 你這些是 攻擊中的 我會把管理員的帳號 改成金家人 然後照片和他一模一樣 我今晚做管理員的時候 我就會出來打招呼 我的名字旁邊顯示是士巴勒 那些人就會說 金家人是何太頻道管理員 他這樣挽救我們 我們就這樣挽回去 有什麼所謂 我今晚就用金家人的名字 我的頻道改了他的名字 那個電郵 我今晚就在何太留言 那些人看到是士巴勒 那就是這樣 大約沒有了 大家聽到說什麼 你看 這麼賤格的事都做得出 這些這麼賤格的事都做得出 不是吧 這些這樣 有沒有搞錯 完全就是白卡磁石 我好欺 我有什麼好欺 大佬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事情 我這樣也叫好欺 有了 這是銀家人說的 這是美麗姐的樣子 不知道 河馬背後 有什麼運作曝光 河馬 一早已經知道是美麗姐 這些 不用說了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樣子 別人頻道出了這些東西 不關我事 真的是 這個美麗現在又有事了 都不正常 說了些事情 繼續聽吧 還有東西聽 我先找一下 綠瓶給你看 等等 我現在看不到 給你一點時間 男群女子 咦 男軍男群女子 什麼事 看看美麗姐有說什麼 上什麼深圳 那天八號風球 我怎麼上去 我和河馬 就知道她是鬼 想哄她說話 金主又叫我 她說她不方便 上大陸 叫我上深圳找河 看看我八號風球 怎麼上去 八號風球那天 你承認了和河馬有關係 原本她解釋 就說和河馬 上深圳幫河馬 但是打風就沒有上去 那你信不信她 你自己想 這些事情 我和河太說 嘗嘗他是不是鬼 因為之前阿門說 這傢伙打給阿門 說想打糕 找他打糕 再拍片放上網 我一定是有問題 誰知道真是士道 何太視道是鬼 就不理會她 遞了她的管理員 第二天馬上發瘋 回到無良軍司和金家仁 她沒有去我那裡 我這些事情 都是在網上找到的 我打了她 你看到今天 也有很多網友 就叫我 打了她 我沒有打了她 我怎麼知道她是一個什麼人 這些人反口複蝕 她喜歡去哪裡 明天她說 是我指使她去 埋河馬生 做些什麼 我就糟糕 當然不會 這個所謂金主怎麼說 接近我和河馬 她說她的親戚 那時候19年 被無良軍司 騙了幾萬元口罩錢 她才說 去幫河馬 對付無良軍司 19年她之前 還在我這裡做觀眾 幾個月之前 為什麼19年 我騙了她 什麼口罩錢 還有口罩錢 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那間藥房 你自己走進去 你可以不買 你覺得是貴的 最貴的那時 百多元一盒口罩 你都叫貴的 不是玩 這樣怎麼騙錢 有一個藥房 這樣也可以 真的黏黏地線 完全是錯了 河馬有壞 壞人埋堆 沒有想過 想翻身也挺懶惰的 沒有好混亂 肥鵝 一直都是你們直播 都聽到河馬直播 經常有把很煩的女人聲 你經常叫她不要播那個女人聲 又屈我什麼 裝我後母洗澡 我沒有後母 第一 第二 就是我那個所謂的老爸 比阿肯白還差 他經常問我家 我家拿錢可以說一點點 我家人不好意思 總之我全家人 都是對著我的所謂老爸 避之側吉 避我 都托賴 他看著我母親 很疼我 我母親就照顧我 由小到大 之後我的姑姑也有照顧我 也謝謝你們趁這個機會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都沒有怎樣跟我的家人聯絡 就是我爸爸那邊 因為 都免得別人覺得我好像黏他們 就是有些錢的 但是 不是那麼想 我過來英國之後 是沒有什麼聯絡的 就是跟我老爸那邊的家人 多謝你們一直以來的照顧 沒有什麼特別 那時候我去加拿大 就是被那個所謂的老爸 那時候不斷地用我來做原因 炸取我家的金錢 我就是回到香港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什麼裝 神經病 裝後母洗澡 不如拿幾塊水 找人幫我搞定 這麼緊火 如果你說到我這樣的話 我後母好索 那就算了 經常都是作這些 我怎麼知道 他出這些是什麼原因 我播就是這樣 你們自己去想 我都不知道 這是真還是假 有可能也是一個劇本 但是 何馬呢 你自己直播了這麼久 你今天在這裡說些義務 說說一下 人家叫你播 很多人都叫他播 錄音 那你又不播 我都不排除 他選擇性 是播一些對他們有利的東西 那你聽完就算數 你聽完 你自己心裡又算數 但是我們最緊要是聽到 阿肥仔親口承認 有幫到這隻何馬 又幫他出鐵文 那些 留定堅的部分 你自己想 我不知道 你可以覺得是洗白也好 故意幫他洗白也好 故意不知道 你們自己可以去想 我沒有什麼意見 那方面 但是最緊要是他承認了 幫阿荷馬 和阿門兩個人 至於他是不是真的有給到兩萬多元 去做金主 而且你看到他的手段是多麼賤格 無形其他頻道去搞別人 他們是很流行做這些事情 再說一次 這個金家人不是我的什麼朋友 如果他另外一個朋友 司徒文進 我簡直跟他翻臉 沒有朋友 再說一次 就是這樣 說到很感動 我知道你被欺負我 多謝你打什麼小人 口花花毛 多謝你支持 這個女人 不認識他 也覺得他煩 我跟他沒有見過面 你們不要搞錯 他那時候 那時候我跟那個 借了三十多萬的女生 分手 之後他就在虛寒問暖 他本身是封煙上來 我又不知道他在其他網台 搞了那麼多事出來 沒有人提醒我 如果一早知道這個人是這樣的 我怎麼會跟他有封煙 都不讓他打上來 他說一些很噁心的 他打上來很趕客 要不就說黑社會 要不就說那些噁心的 沒有的 那些色情的東西 是非常趕客的 之後 他在安慰我 我又給了我家的地址 他說要寄月餅給我 所以我聽到月餅 我很害怕 所以你們觀眾不需要送月餅給我 他有地址 又搞了很多事情 你看看我的白卡片 是阿水浴傻西警勢系列 你完了 你搞幾個月就好了 你搞一整年 你現在越來越瘋狂 你不是去幫河馬 雖然你和河馬是同類 但是你沒有理由 你真的不要這樣做這些事情 麻煩你了 好嗎 你有什麼你又不直接說 你經常說我屈你 他做過的事情都不認 你看到剛才 他一天前還說 河馬播我的事情 我沒有發聲就是我就是他的人 那你又播出河馬的事情 沒有發聲 河馬你有本事可以投訴我 我沒有所謂 還有你是有些恐嚇我的事情 我都要監察著你 我覺得你就算投訴我的話 那我就跟Youtube說回 我現在又準備入品法庭了 那我不覺得會有什麼問題 那你有本事可以做到台暴了都可以 你有本事就可以試一下 那當然是誰害怕 你剛才那個直播都凹了水 你說那些跟二五撇清了關係 他說那些片是別人的比起 那你到警察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跟他說 我記得 那些二五 我一早已經提醒了你 河太 一早已經提醒了你 如果警察問你的時候 你要交代所有二五出來 你今天都好像還在維護他們 可能他只是拋棄了錢金主 那錢金主又忍不住出來爆發 我覺得是這樣的 肥鵝仍然在幫助這隻河馬 看看他出不出貼文 各樣東西 繼續留意著 剛才直播的時候 又沒有拿到金家仁的頭像走出來 他們很喜歡模型人 所以之前有一個模型的河馬 在我和日監頻道的直播出現 他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之後又走了模型霸氣歌 又走了劉定堅的直播 他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他跟河馬一樣 他喜歡挑起河馬 就是喜歡製造中港矛盾 但是肥鵝喜歡在網台上搞糞 他試過很多次 有時候你不是跟得那麼足 有時候有些網台都以為是 他喜歡模型別人 這傢伙很煩 不知道他是不是破虎沉舟 很慘 你說我吃了你 你說我吃完你 趙元松就說 見都沒見過 你煩了我一整年 大哥 你什麼事 有些就是觀眾 什麼事 你追求女生 追求不到 可能那個女生 跟我好聊少少 也不是我女生 就算是我女生 你也很過份 那你想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 你跑來搞我 不是吧 我對你已經很客氣 我不明白有些什麼事 你說如果那個是你的女生 我追求了你的女生 你跑來這樣搞我 就說 你自己沒有本事追求女生 你怎麼做這些事情 你還要付了 他自己說 付了2萬6元 河馬去住酒店 他說的 那你就用些錢去追求女生 如果是這樣的 你搞什麼出來 你們這群人 根本是神經病的 告爆他 就看看吧 最好是警方受理 你應該見到有律師 找警方 應該警方都會認真處理少少少 不是那些網上報警 又變成2023年的報警 應該有些效 但到時他會不會又說 我成功了 告了河馬去上庭 他會不會這樣說 真的不排除 那些人又這麼厚面皮 大家知道我講誰 報警都要講十多二十集 很厲害 我講了一集 我昨天直播說完了 我再出了一個直播精華 其他片都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問題 但不會分開十多二十集 都會講 完全是錯了 很害怕月餅 現在很明顯 那條女兒 搞到這麼多人 很落水主力 都是想搞塌 水哥 我是想搞塌河馬 那你就各司各法 但你們出於 不是因為支持河馬 而去搞我 所以去搞我 你們本身不妥我 所以去搞我 而且你走了去幫河馬 好像是兩回事 我只是看河馬 不過眼 那怎麼辦 你們看我不過眼 我有什麼做錯 反過來我想問你 我又不是吃了你 我不受你 也不行 不是吧 你當我有正確過你 那又有什麼問題 你當現在是古代 我還沒見過你 重點是你煩不煩 牛杰在找你 快點去找牛杰 真的很瘋 就是這樣 你看到他 真的很瘋 有些觀眾公開我的私隱 我直播的時候 罵了幾句 我說你們不要吵 然後又跑去他們那邊 又跑來搞 我完全不理解 你說我的私隱 就行了 你有什麼價值 我反過來 我都叫半個公眾人物 有些人認識我 你認識你老鼠嗎 見盤戰士 你在我直播公開我個人私隱 那就是對 我罵你兩句又不行 不是吧 就是這樣 他們那些人完全是理解不到我 我就不知我做了什麼 去得罪別人 完全是理解不到的 你說說到一些實際的原因 都說而已 你做的對我的更加過份 你做對我的事情 你就不記住 別人對你 你有一點點介懷 或者真的不是那麼好的事 你就要追著別人 就要搞別人 但是你是一個直直無名的人 我叫有一點點人看的人 你那些明星或者各樣東西 就更加之重要 對不對 針對著我 都沒有辦法 你就針對 你整班人搞了這麼久 都搞我不行 你有本事就來 還有我不做YouTuber 我又不會找不到食 我相信 沒有所謂的 白咳女恐怖 不要相信肥鵝 你見到他們做些事情 你見到他們做些什麼出來才行 沒有所謂的 如果警方受理 那何馬 你就公開 公開 公開給警察叔叔聽 沒問題 就拘捕這些人 玩得那麼過癮 玩了那麼久 玩了我一整年 很好玩 我完全不明白 沒有結果 在做這些事情 想著搞壞我 就算我搞壞了我 又怎樣 我就正常找份工作 不做YouTuber 當然這麼簡單 我不覺得有什麼 什麼阿門這幾天 在空姐的直播上留言 又說我那些 又要搞壞我 那些 又可以說 別人喜歡去哪個台 說話是別人的自由 沒所謂 別人理不理你才行 你們這些人是正常的嗎 就算何馬這件事 不關他事 他都始終是燕仔 不知道 你們自己每個人 心裡 待會又說我抹黑他 他很喜歡 無緣無故說我 完全理解不到他 牛杰 你還唱了一天 牛杰 不知道是否十幾歲 阿肥娥聲稱十幾歲和他在一起 他唱到現在還在唱牛杰 唱了二十幾年 三十年都來了 什麼事啊 美麗姐你這樣 不要這樣 你這個人 做怨婦 隨便找個男人 接收了你就算了 何馬都有 坦白接收 不過網民說 清清有看過阿肥娥的樣子 清清比阿肥娥更漂亮 你們自己去看吧 什麼太多事了Youtuber 我沒有去做什麼 療士鬥飛 但別人踩到身上 我就會出聲 但我難道不覺得 別人這樣 我都不能出聲嗎 我都被他冤枉了很久 還有你正常一個男 和一個女的吵架 你一定是男的不著數 而且他沒有成本 他做這件事 他是什麼人 他在台上很多人看 難道我都會有少許損失 問題是他搞了我一整年 你都搞不了 可能三萬多訂閱的時候 你都搞不了 不要玩 你要搞的 你就繼續搞 沒有所謂 他跟何馬一模一樣 這麼不要面 整天假冒又不認 你昨天還說 不是在幫助何馬 在那邊睜大眼 說謊 這是什麼事 這就是全香港人都認識你 你想紅 沒有所謂 現在就紅了 看看他想怎樣 什麼恐怖情人的問題 不是我情人 都說我吃了都從心甘命底 都不會吃得下 老實說 但是 看見都未見過 你瘋到這樣 什麼事 幕後金主 可能現在換了另一個 這個自稱 應該也是 兩萬六元給他住酒店 難怪住得這麼好 何馬也有說 但何馬就說 那兩萬元就是律師費 他說 什麼兩萬元給我去見律師 我都沒有說要見律師 花了兩萬元在何馬身上 何馬都可以說謊 難道有人給了兩萬元給我住酒店 和何馬之前在香港有說過 說有人給錢去住酒店 不過你這個人 這個錢金主 你又是好多 你給兩萬六元去何馬 你有什麼得益呢 就是為了搞我 你又說 什麼口罩幾萬元 你都這麼大件事 你又心甘情願再多跌幾萬元出來 不是這麼傻 如果你們沒有翻臉 你就每個月給他錢 我完全是理解不了的 這些人 做了一些損人害己 對不對 你又沒有利益 什麼紅顏禍水 他是紅顏禍水 我都說很划算 你看過他的樣子 真的不得了 我真的 一輩子都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會遇到這些人 完全是錯了 所以沒有 我拍拖是很害怕的 大家不要再嚇我了 肥我太愛我 因為愛我 就誠懇 不知道 不肯放手 都不肯放手 到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什麼 混淆了些女 我哪有混淆了些女 那個女官 你說前金主的生氣我 那個是有男朋友 還是有老公 我跟他說過幾句話 他現在還說是我女 我哪有女 我現在沒有女 第二 那個真的不是我女 大哥 有時候聊一下 好花花 我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要小心一點 不要口花 不要說什麼 什麼都不說 我不用說話 之後就說是我女 搞到觀眾已經消失了 我沒有再見過他 已經在直播間 有沒有見過他留言 有什麼懷疑呢 大哥 那時候JC都說是我女 神經病 他們這些人 說話 你們留言跟我聊天 有時候 你說什麼水哥 我愛你 我多謝 或者笑得開心點 又覺得我跟觀眾有老 大哥 難道不是這樣 何馬才是 你讚我美女 多謝 何馬是否又跟觀眾有老 神經病 他發孝 那不是人家禮貌 真的叫我讚我 我跟別人有些笑容 或者我覺得很小 可能我覺得很小 那怎麼辦 不可以嗎 不是吧 你們什麼事 這些人 神經病 不知為何會有這麼多黑粉 我完全理解不了 網行 何馬網紅 還有你哪會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美麗 你想想 慈美麗 美不美麗 非常之美麗 我什麼人都叫美女 那就安全一點 可能就是這樣 我什麼人都叫美女 所以搞成現在這樣 可能就是令人有誤會 你個人就會有寶寶 不是吧 看都沒看過 隔著螢幕 都可以令人有寶寶 那誰又想生小朋友 麻煩你找我 如果你有失 我可以去做副科聖手 隔著螢幕都可以令人生寶寶 但是阿荷馬之前 我被人家利用 我心甘情願被人家利用 我覺得他跟阿肥鵝應該還沒反面 他可能只是跟金主反面 他看到現在有風頭火勢 他不是說有六個二五仔 說八十萬給他打官司 搞我 還說要在英國 律師會在英國 抓我回去香港 有沒有這麼厲害 律師去做這些事 我真的不知道 有得這樣 他說律師飛過來 我就要跟他 跟他回香港 那你就去做這些事 大前提要有八十萬 有沒有八十萬 問他 我什麼情性啊 大哥 一個觀眾說多兩句 又說我有事 有沒有觀眾 讓我聊一下 你不怕的話 你不怕的話 之後又說你是我女朋友 真是很瘋 這條PK美麗真是恐怖 粉絲當然是恐怖 一年有多了 小姐 你什麼事 兒子都能生過 隨便找個男人 搞定了 找人接收 不過今天之後 就難少少了 每個人都知道 你的威瑞士 全香港的人都說 原來你就是那個美麗姐 怎麼搞 這樣 看看 當然是瘋了 你看到他做了些事 他自己認了 他自己認了 有做過什麼 他還要整天說人家屈他 他跟何馬根本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兩個是好姐妹 那不是啦 我趕快找個正常的女朋友 或者結婚 放過我 我想過一些過 結婚之後還是這樣 不是吧 不會啦 我只是把口花 我有老婆 到時 不要待會再說 原來阿水已經有老婆 在裝飾 兒子 可能說兒子也有了 這樣 不要這樣玩 沒有辦法 完全是恐怖 整件事 有空提提一下日間哥哥 提防這隻無牌夥 有跟他說 前金主 你看到有很多網民 我剛才直播都說 找我和日間頻道 我不需要這些什麼獨家 我都是在群組發放 還有 如果這個人 好像要叫別人 幫他變聲 那你做得金主 你做得何馬金主 怕 為何要變聲 夠膽做 為何不夠膽認 才行 還有 你說會告到我脫腹 他好像有說 不知道之後 應該是不會 你這些公開群組說的 你可以嘗試一下 走去告我 我問了律師 就是這樣 還有你那些 你一折聲很難做的 要麼美麗姐的聲音 又夾著你的聲音 要麼就整條變聲 就是變聲 聽不到我們 就聽不到美麗姐的聲音 還有你做得何馬金主 你怕什麼 你這麼勇猛 你不知道幫何馬有什麼後果嗎 你還要屈我和日間頻道 如何抹黑何馬 你沒事吧 你給錢何馬打官司 沒有所謂 在等你 很瘋狂 也不是瘋狂 我可能都是傭才 但你的理由不是 你那些理由是 你說我追求你女兒 你追求我來出氣 你不是 你那些理由都合理 你說我追求你女兒 你追求我來出氣 絕對是明白的 不是這樣 你追求不到女兒 你走來怪人 你聽到她的口才 如何追求女兒 不知道她是什麼樣子 但你聽到她這樣說話 很難追求女兒 有時候我不懂怎樣說話 所以我要和觀眾保持距離 她有課金 多謝你曾經課金 她課給何馬也課這麼多 沒有課金給我 她課一課給何馬 住酒店都兩萬多元 絕對是幾個月前 她才在這裡出現 這個人 很奇怪 又說認識我 沒有朋友 再說一次 你看過我的節目 不代表你認識我 你認識我 不代表我認識你 而且你看過我的節目 代表什麼 任何人都可以說認識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我沒有朋友 再說一次 炒了一堆 之後全部都不是好人 牛杰哥 牛杰哥去了旅行 牛杰哥回來 肥鵝你不要躲起來 不要躲起來 你搬到荃灣那裡住 不要 你快點找牛杰 看看她有什麼 跟你說 還有很多江湖晚人都在找你 其他那些 我就免得罪 我只是說牛杰哥的名字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她都知道 我和你大概之間的恩怨 我幫她賣廣告 沒問題 其他那些 其他江湖晚人就 逼人硬要你 都不是這樣 見都沒見過 你說見過 吃過 你這樣追著我就說 完全是不知什麼事 那些人當然是愧怪 肥鵝是誰 美麗姐 整天河馬的影片 播出女人的聲音很煩 說一些詞不達意的 那些就是肥鵝 就是這樣 我白卡磁石 每個人都認識我 究竟有美麗 你可以看看網上 好像有她的照片 但就免得了 這些 肥鵝是黃花雞女 你怎麼會 那次就是 她說15歲 跟牛杰一起 之後 她說 那時候因為未夠情 又好像 在Facebook上 亂說話 故意 在群組裡 說 我跟牛杰沒有發生什麼關係 什麼什麼 故意被人說 又好像說牛杰的姐姐 諸如此類 你說了二十多年 你跟一個黑社會大哥在一起 當你假設是一件光榮的事 也好 不用說二十多年 不要這樣 真是瘋了 現在全香港的人都認識你 沒有問題 非常好 那就看看你繼續怎樣玩 你要繼續玩 你自己做這些事情 你看這些人多麼骯髒 你看到 她自己親口說 你們不知道的 更加骯髒 她對我已經做了很多很恐怖的事 還不是只有她一個 她浮了面子的只有一個 有十個八個很活躍的怨婦 不停對著我做這些事情 有些人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她在直播中說 我自己的私人事 我罵了她幾句 之後她就發瘋了 你在這裡跟欺騙我錢的人 在這裡吵架 前女友 當是 我叫你不要在這裡吵 之後她 我罵了她幾句 之後她就發瘋了 難道我錯了嗎 難道我任由你繼續說 很沒道理 她們做了一些事情 完全是理解不了的 一群怨婦 叫美麗的人 怎會無緣無故叫美麗 不要玩 什麼你吃了就不搞你 不要玩 又說接收了 河馬天下太平 有得這樣 我一輩子比張志恒還可憐 張志恒也是文敏搞到這樣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所以選擇女人要小心一點 還要找一些你明知 我高攀她不起 什麼真的很愛可 她愛的反面就是恨 愛之心恨之切 不要玩 想知道她什麼樣子 這件事會入香港的屎賊 不要生氣我 要怎樣不生氣才行 你想想 她搞了一整年 她整天不斷在這裡搞一些事情 還要反過來說我搞她 我哪裏要搞你 我要做生意 要賺錢 要拍片 哪裏有空理你 你自己仇家這麼多 你自己做什麼 這樣 募認別人 你仇家多 又被人貼街招 你那條屎幹片 還未認識我之前 我還未接觸你 那條屎幹片 我還未接觸你 那條屎幹片 她真的冤枉我 說我特意請人去日本 找個美女特意做一件事 不是吧 最初她說是日本的愛情動作片 不是神經病 你那個成本效益在哪裏 很可能的 每個人都特意去搞你 真的是 不要得罪女人 我不知那裏得罪了她 有些完全理解不到 我人就只有一個 難道我要犧牲 自己是幸福 和那些神經病的人一起嗎 不是吧 那沒辦法 爛桃花也不是爛到這樣 幫肥婆有六個燕仔 肥婆說的 還有她說反了面 這個金主爆野這個應該是反了面的 但肥娥應該還未反面 仍然在幫她 她倆爭寵 爭寵不成功 我很不冷靜嗎? 去澳門找個600元旅遊 又可以玩一天不用負責飲 故意乘搭飛機 不止600元的成本 還有我不流行這些事情 我有名氣嗎? 多謝你 幸好現在我還跟得上 未來捉入青山就對了 又這樣又有的嬰兒 不是 遇到壞人 我不停遇到這些人 我做了YouTuber 我出來做YouTuber年紀 年紀未到兩年 去年蔡天鳳才正式 你可以叫做全職做YouTuber 之後我未試過 遇到一個正常的拍拖 說完了 就算了 沒辦法 牛結召喚 如果她有看放手 叫她很多次放手 如果有很多人追求 哪會會 正常一個女生 男女之間當有拍拖 再說多次 沒有拍拖 沒有見過她 正常很多男生追求 難怪找下一個 等於遇到一些女生 都不太好 當分手後就找下一個 對不對? 不適合就下一個 難道還要冤枉別人嗎? 不是 如果分手初期 你真是喜歡她 你也會嘗試 努力 但如果她表明了不會 浪費自己的時間 也會做些沒有意思的事情 別人覺得你越來越討厭 對不對? 做這些事情沒有意思 我要你記住我一輩子 你不可以愛我 你就要恨我一輩子 我要你恨我一輩子 不要緊 什麼整天被人搞 每天都要單打獨鬥 都沒辦法 最好有沒有人幫我 幫我結婚後 應該沒有這些事情 結婚後還要來搞我 你也要對我有興趣 不是吧? 暫時還沒有 吃不吃她 所以就搞成這樣 都很變態 你可以看看 阿水傻西Paylist 那些人是 暗門就是欺負肥子 欺負肥子 聽了她說 她的都是狗公 差不多什麼女人都對 Hello Hong Kong也對 借了2萬6元奶粉錢 叫人家去大陸和她一起生活 帶了兒子 諸如此類 不知道和何馬又對不對 牛傑 你可以打 你自己去Google打一下 因為是江湖人士 有些地位 還是很高地位 你自己去查一下 公開我私隱很過份 公開了我的地址 活在困苦的成長 都沒辦法 看了八幾個月 明白了 等下 做什麼 河馬 這裡河馬有講白咳 阿門就是 等等 微信 又直播 河馬 我們看河馬直播 等等 幾位市政 又來了 河馬